好我們這邊來看一下齁 這個是舊的星矢通關這個拉達曼迪斯 其實也是星矢一行人去打這個拉達曼迪斯沒錯 可是因為他畢竟是舊版的卡 雖然經過改強 但是我們還是來看一下這個實戰的部分到底歐不OK齁 第一關這邊的話是首消指定七康 那他越攻越強 初始攻擊是8700 那星矢的玩法就是比較特殊一點點齁 六顆香年 這個是舊版的玩法 六顆香年 他會根據你隊伍裡面的聖鬥士去幫你加康 第一關這邊看起來是稍微洗一下技能齁 那這一隊有一個好處就是 每回合他會再幫你轉那個光人牆出來拉 就是直接幫你排好一康了 除非你光珠子剩兩顆 要不然他其實基本上都是直接幫你排好一康了 好這邊把珠子拆成七康 好這邊就直接帶走 好 接著第二關 好第二關這邊 等一下等一下我怎麼覺得好像有點怪怪的 我好像現在才看到齁 中間好像混了一個傢伙 那個子龍是這次新版的啊 他要還原碎裂齁 好啦第二關這邊的話是不能消木跟岸 好這邊他疊珠疊得相當漂亮 OK這邊也是直接帶走 哇這個星石的傷害 舊版的星石傷害還是非常可怕齁 好接著是二階段然後有一個附加盾 這邊的話要用冰盒來冰凍他齁 好那這邊第一階段的話是不能手銷到木珠 二階段是不能手銷到岸 好這邊的話 木珠只有三顆其實算是蠻輕鬆的啦 他現在要想的應該是怎麼把珠子區隔開來吧 OK這樣子有疊到木 然後珠子也有六顆相連齁 好這邊打掉第一階段 來二階是不能消岸 好這邊直接開星石的天馬流星拳 光珠很多齁 好這邊岸珠稍微去疊一下 喔不錯這個斜轉 nice 好新珠暗珠都有疊到 OK這邊就打掉二階段了 來再來第四關 好第四關這邊的話是五屬追擊盾齁 這邊你要消到五屬 沒有消到五屬的話 少幾個屬性他就打你幾下 而且這邊還有燃燒 呃一灰是可以去無視掉啦 不過他這邊直接轉 應該是有十足的把握才對齁 欸沒有啊 聖鬥士 對啦聖鬥士有一個場景技能啊 直接無視燃燒啊 完全忘記這回事了 好那這邊的話 現在場上缺水 比較尷尬一點點 看有沒有天降水的機會下來齁 天降水 欸 啊有降水 但是沒有全部黏在一起 有點可惜 這邊被打兩下 沒事 好現在場上又變成缺火了 欸這個其實也蠻惡意的齁 就已經用舊版的卡 打這麼辛苦了 然後你還在那邊給我東缺西缺的 好啦看一下會不會天降火珠 好一樣沒有 不過沒關係被打兩下還不會死 好啦這邊五鼠都有了 這邊轉直行稍微吃一下昇華齁 OK還轉了一個接近滿版 好這邊就帶走中間那左右就會自殺了 來接著第五關 好來第五關這邊的話是點燃盾 這邊的話直接開星矢 變身也開下去了 打算硬幹了是不是 因為這邊沒有點燃的角色喔 好然後開十二倍 他這邊是開第七感 舊版的星矢是第七感 好這邊抓角色珠出來 然後一樣是轉一個昇華 好OK這邊真的被他幹過去了齁 太恐怖了 來接著王關 好王關這邊的話就稍微注意一下下 火光銅等盾 火光銅等盾 然後他會給你碎裂 一開始應該是都還可以自己轉才對齁 這邊新珠 臭六顆 因為他光珠只有五顆齁 這邊就稍微疊珠一下 好這邊 喔這樣子居然還可以打到20%欸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浮誇一點點 好現在碎裂的位置比較尷尬一些了齁 因為可以看到第三橫行 我最討厭這種 碎裂在橫行的地... 碎裂在整個版面的最中間 這個就是非常討厭 好這邊先開順 好一樣轉直行稍微吃個昇華 而且舊版星矢要打這一關更難了齁 要五...要六顆黏在一起的情況下 版面又一堆碎裂 就很討厭 好來這邊直接還原 不過子龍... 等一下也會死去齁 好這邊一樣去轉火光銅等 好這邊也是稍微轉一個直行來吃昇華 OK 好那現在又打...打了你三個碎裂位置出來了齁 這邊光珠有六顆...沒事 好他暗珠還稍微疊了一下齁 秀了一下疊珠 好那這一回合 我剛才以為他會開龍科就是... 欸沒有龍科他也不是帶延遲的齁 好這邊把順的變身開下去了 好火珠是有六顆啦 但是有空間讓他六顆黏在一起嗎 欸有其實是第四... 一二三四...對 第四橫行就可以了齁 好沒錯他這邊就是用第四橫行來把... 來把火珠六顆黏在一起 好這邊最後轉得很漂亮 鞋也有回回來所以沒帶走也沒關係齁 好差一點點這個真的是完美的更性 更性的有點太過分了 好啦一樣是第四橫行可以湊六顆 那光珠的話下面已經幫你排好了 這邊就是看... 好火珠有喔 欸這邊最後居然打算直接不轉六顆了嗎 好啦有帶走就好了 來二血的話是弓錢盾 那這邊的話... 開新鎖 天馬座第一次的天馬座龍科是有無視工錢這個選項 所以他可以直接開下去齁 好來最後就是一個大爆發啦 首消全光 這一條血是引爆暗啦 引爆暗啦 引爆暗增加自己的減傷 增加自己的防禦 好這邊最後轉一個滿版龍科開下去 好啦這邊就先感謝觀眾齁幫大家示範了一下 舊版的星矢 也是可以一次雙成舊的 雖然有一隻這一次的子龍啦 但是小獎應該大家都拿得到OK吧 那我們就感謝大家的收看 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譜